2023年第九條MC,是有關於呼吸的 題目就問,當我們呼氣的時候 怎樣呼都好,總是有一些氣體 會留在氣囊裏面,呼不走 下面,1,2,3,4,題目就問,1,2,3,4,題目就叫我們 去比較一下這個呼,也都呼不出來的氣體 他們的氣體成份是怎樣比較的 分別是氧氣和二氧化碳 這條題目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在你的肺中呼不走的空氣 他們並不是新鮮空氣 所以他們氧氣的濃度 一定是不會高的 亦都不會是低的二氧化碳濃度 所以答案其實都已經呼之欲出 就是B 16%的氧氣和4%的二氧化碳 因為其實這些氧氣 你呼不走 而它的本質 根本就是一些敷出的氣體 只是你敷不出 不代表它沒有做到氣體交換 由於它已經做了氣體交換 所以氧氣會少了 而氧化碳會多了 而這些氣體 其實我們是在TIFF1的課 我們是學過的 這個就叫餘氣量 你說 那算不算歐斯 不算 因為我們在普通的呼吸 當氣體 入到氣囊的時候 其實氧氣就會由氣囊 擴敷進入我們的血管 而這些血裡面的二氧化碳 都會擴散 去回氣囊的時候 其實已經做了氣體交換 223MC 你可以托進入 雙氣能 we learn it from the elective one however it doesn't mean that it is out of syllabus because in the chapter of breathing we still learn that when the fresh air go into the air set the gas exchange is already taking place the oxygen will diffuse from the fresh air in the blood and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blood it will diffuse back to the air set and it is the concept of gas exchange